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去非常黑 网友猜测王一博是不是整容失败 所以才要及时取出假体 修养一段时间 假体才 再次放入从画面中可以看出 王一博的鼻梁发 应该是里面的假体发生了排异 如果不及时取 鼻子肯定会发炎 如今网友称王一博要闭关一 月 估计是为了修复鼻子 王一博出席一次活动 要拖一大批粉丝 很多人认为王一博越来越残 脸崩的速度比掉粉还快 鼻子后期也只能凤凤 补了王一博的鼻子一直都是网友质疑的槽点 连整容医生也说王一博的鼻子没做好 修复也 很正常的事情 很早之前就有网友爆料过 王一的脸要去修复了 如今王一博要闭关一个月 有 有称和自己的瓜对上了 甚至有人吐槽一个月 大家估计都认不出他来了 前两天王一博出席 品牌活动时 现场的生图曝光后 引发了不少网 的群潮 当天的王一博穿了一套女性高定外套 配高腰牛仔裤 把王一博显得非常壮硕 很多粉 都接受不了王一博变成壮汉 纷纷脱粉回彩 肾 有人觉得他变丑了太多 王一博现在的样子和 前来比 形成了很鲜明的代比 此前他一直都走 像路线 现在一下换了风格 粉丝不能理解其实 星都应该尝试多部的风格 而且王一博也不可 一直走爱斗路线 换风格也是迟早的事情 其实 一博这样的形象还是不错的 虽然臃肿了一些 也是一个转型的好时机 爱斗不可能当一辈子 出好的作品才是王道 有好的作品播出 粉丝字 也会回来 脱粉的粉丝 那也不能叫粉丝 大家准 看待王一博最近的风格呢 欢迎留言讨论